你把它改一下好不好 如果你有像厂商拿那些小利的话 你就自杀 你今天不知道自杀几次 抛口对着马文君 因为他前一天的切副说 国喜并不买单 加码再报马文君 泄密给韩国国情院 害得协助专家一回国就被抓 你要告诉他就是有一个姓马的 那马委员也很大方承认 对 我还有留留底稿 不像现在否认到底 国喜偷入当时马文君亲口承认 接稿前马文君没有回应 不过事设重大 国防部长态度相对保守 亲密会议与会员都签名 并没有揣测哪一个人好 泄密或哪个冤枉啊怎么样 就一切法来做借地 是否泄密不多揣测 但国喜连日杠上马文君 也遭国民党起底 徐晓芯就爆出疑似威胁 韩国顾问的录音档 如果你能在台床上班 我郭喜的名字反过来写 徐晓芯我怎么都没听过 六个月前文字稿都出来了 有什么好公布的 国民党想要转移战场 同样点名民进党立委 阻挡过国防预算 我们跟民进党不一样 冻结相关的预算 另外一个功能 也是要求行政部门 要把该做的做 删除或冻结的提案 本来就不是问题 而是提案的内容荒腔走板 或者是针对非常关键的建军案 做全数的冻结或者删除 线密怡云还没厘 蓝绿攻防未完待续 3天新闻郭思论许宣 台北